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13课 BJ APM240学习版实验6 VGA接口实验 我们看到 我们大家使用的电脑显示器呢 很多都是VGA接口的 而我们看到VGA接口呢 它基本的接口电路就如图5.10所示 它有一个含铲银和 它有一个含同步信号和产同步信号 分别是VSY和HSY 然后呢还有三个模拟信号 就是这里的VGA RGB这三个信号 这个信号呢正常来说电频是0到0.7V 但是呢我们现在只是用CBLD的一个模拟L口 来驱动它这个模拟信号接口 就是色彩RGB就是它的色彩信号 关于这个RGB具体的定义呢 大家到网络上随便搜一搜呢 就能搜到 也描述的很详细了 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 我这里要说明的一点 就是我如果用CBLD的L口 来驱动这个VGA接口呢 就是说它的色彩信号RGB 那么它的信号电频呢 是只有高电频和低电频 对于比如说对于R这个信号接口来说 它的电频是1或者0 G电频呢也是1或者0 B呢也是1或者0 那么对于RGB呢 一共呢就有2的三次方 就是8种色彩不同的色彩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简单的VGA接口呢 用我们CBLD来驱动 可以得到8种色彩 它这个接口呢 一般就15PIN的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家里的液晶显示器或者CRT显示器就知道了 如果现在用DVI接口的比较多了 可能就是通常的液晶屏已经逐步是不使用这个VGA接口了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这个VGA接口呢 除了扣除这个D线以外 真正用到的信号接口也不多 也就是5个信号线 我们来简单的看看这个VGA接口的实际图 这个VSY是长同步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液晶屏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使用这个电脑的显示器 它的刷新呢是怎么个刷新呢 通常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属性 我们这里有一个分辨率 这里还有一个颜色质量 高级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刷新频率 比如说这里60赫兹 这60赫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秒钟这个液晶屏需要刷新60次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显卡必须给这个显示器送60幅图 也许如果说我们这个图禁止不动 那么它就是送60幅同样数据的一幅图过来 如果说我们在动 比如说我们属于在动 那么我们可能说这60幅图可能稍微都会有一些区别的 好就是这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基本原理 然后呢分辨率呢 因为我们这个接口呢最后驱动的应该是一个800x600的分辨率 这个我也不多说介绍了 大家肯定明白 如果说用50兆赫兹的时钟来驱动这个 我们要得到我们这个显示是60赫兹800x600分辨率的这样一个显示效果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序表里面 它呢同步脉冲就是说50兆赫兹作为一个时钟 有120个低脉冲的同步脉冲 就是VSY 这个VSY 对 这个前面的应该是含同步的脉冲数 下面一个下面含的是一个产同步的 我们先看六个 六个脉冲的产同步信号 也就是说这个VSY 在 就是说我们这里从VSY从第一次拉低到下一次拉低 这就是一个 一个产 产同步的一个周期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秒钟如果是60赫兹 那么就会有60次的 这样的周期 长同步的周期 然后呢我们看 我们这产同步的VSY这拉低的时间需要有多长呢 就是有六个时钟周期 六个五十兆赫兹的时钟周期 然后呢 在每个VSY期间呢 它的后颜 我们看 实际上就是说 它的后颜就是这一块 就是说从这个VSY拉高到这个 含同步有效 就是有效含 它期间有一些空余的 就是数据也不是有效的 含同步也不是有也不可能有效的 那么这就是25个是一个25的25含 前面说错了应该是6含 6含而不是六个时钟周期 这是25含 往后呢有600含是有效的显示 就是我们800含600 分辨率就是我们的业绩屏 含有含点数有800点 列的点数有600点 那么就是600个含是有效的 然后呢有56个含是无效的 然后这个增长一共是687 然后呢 含同步我们看这里 HSY 这个就是含同步 就是说它拉低120个时钟周期 然后呢 再过就是从这个拉高以后 到下一个数据有效期间 有67个时钟周期 67个买从 然后呢 数据有效是有800 800个像素点是有效的 就是我们一含过去 有800像素点是有效的 然后呢 后眼就是这个数据有效 无效开始到下一个 到下一个那个含同步来临的时候 这个使用 这个这个间隔是有52个时钟周期 一共呢是有1034个时钟周期 好 大家简单的明白了这个 VSY HSY和DATA 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DATA实际上就是这个 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RGB这些信号了 我们统一称之为DATA数据总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 我们这个设计顶层模块的接口 10中50兆赫兹CPLD的输入 复位信号 低电频有效的 也是CPLD的输入信号 然后呢 HSYNC含同步 VSYNC产同步 都是低电频有效的 是我们的输出 然后呢 数据VGA色彩的数据RGB呢 也都是 都是一位的 也是我们的输出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代码吧 看这些接口 就是刚才所讨论的 都列在这了 然后呢 我们知道 我们要 按照前面这个要求 有一个增长 那就是说我们设计数器 XCNT就是含计数器 还有就是 列计数器 就是YCNT 这里的YCNT是列作标计数器 含呢 是从0开始计 计到多少呢 计到这个1039 那实际上 增长是1039 我们从0开始计 就是10到1038 然后呢 列呢 是从0开始计 计到686 对 你看我们这里1039 对 1039 我们计数是计到1039 清零 然后呢 列呢 是计到665 清零 和这个可能有点区别 这个时序表可能 算得不太对 应该是 50 70 60 这个最后计算 有点问题 应该是66 应该是665 666应该才对 665 那么就计到665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XCNT 就是从这里开始扫点 扫到最后 其实是800个点 但是呢 800个点之前 还有一些点 之后 还有一些点 这些点呢 是不显示到屏幕上的 但是它对于这个 液晶的显示的同步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所以说 这些也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计数 是从0计到1039 这个呢 含呢 是从0 而列呢 是从0计到665 而每当一个列 就是一个含 计数到最后一个点的时候 列加1 前面这个坐标 就是这样一个设计逻辑 然后我们看 有效区域 就是说 C187 就是到C987 刚好是 987-187 就刚好是800个点 就是含有效期间 列有效期间呢 是从31到631 就是600个点 相应的是前面扣除 前面 头目脉冲 前沿 那是187 开始 加到987 刚好是这里的 187-987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31到631 对 31到631 然后呢 有效显示区域 我们这里就是 为了得到一个 从0开始计数的一个 有效显示区域 0到800 这里XPOSE 如果是坐标的 第0点 最 就是圆点嘛 第0点 我们设到坐标是 X等于0 Y等于0 那么 相应的 XCNT 是计到187的时候 就是它的0点 那我们把它换算一下 就是 相减去187 YCNT呢 相应的是在 这个31的时候 是有效的 那么我们把它减掉 那就是说 XPOSE YPOSE 相应的就是 指的这个圆 它00的时候 对应的是显示器 显示有效数据的 0这个坐标点 0坐标点 我们这么换算呢 是为了后面 我们 我们做一些判断 处理的时候 更方便 更方便我们的计算 然后这个是同步信号 我们知道 从一扇电开始 等于0开始 它必须拉低 然后呢 到120 有120个 120个点 120个时钟周期呢 它HSYNC呢 是拉低的 也就是我们这里 所说的同步脉冲 就是这个地方 每含呢 它都有120个时钟周期 是拉低的 所以这是一个 长同步信号 含同步信号 然后呢 产同步信号 也是一样的 到底从0G到6 也就是这里 6个含的 同步低脉冲 0到6 是拉低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 这个设计呢 是要显示 一个矩形的框 这矩形框呢 我们看 ADIS BDS CDS DCIS 它们分别 表示一些 不同的区域 就是这个矩形区域 我们看 从X-Pose 我们知道 刚才已经换算过了 就是从屏幕的 横算过来 第200个点 然后呢 到220个点 200到220 大概反正是 在这样一个区域 然后呢 Y呢 是在140到460 可能说是在 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就对应了 这样一小块区域 这小块区域呢 是叫ADIS 然后BDS呢 也对应了 是另外一个小块区域 就是 然后呢 CD也是类似了 我们就是定义 四个快的区域 我们 我们再看这个 显示一个小矩形 然后呢 这个1 RDY 它呢 也是一个矩形区域 这四个呢 刚好是围成一个圈 的矩形 然后呢 这一个呢 是刚好是 这个圈中 有一个 有一个矩形 然后呢 我们看 我们这里的RGB VGA Valid 就是前面的 这个数据有效 这个Valid 数据有效区域 我们是把这个 有效的这个 有效的区域 如果数据是处于 有效区域 也就是说 处于这个Valid 这个区域 每当处在这个区域的时候 这个Valid 7号是等于1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判断Valid 如果是等于1 那么它就把这个色彩数据 付给它 如果不是 那么 它就必须是0 这一点大家注意 必须是0 我们这个知道RGB呢 它0,0,0 它是一个白点 应该是 1,1呢 是 1,1 应该是白点 0,0,0 那是黑点 然后呢 我们看 这边呢 如果是有效 而且这个A,B,C,D 我们把它做一个 相货的操作 就是一个色彩 是高还是低的操作了 然后这个色彩 刚好取反 好 那么我们可以 对这个设计做一下 反正我们先验证一下 我们的 行同步 产同步 以及数据有效区域 这些 时序是否和 我们给出的这个 时序图是否一致 好 我们写一个TestBench 应该是在这里 Tools 不对 ProcessStart 然后我们在这里 TestBench TemplateLight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 反正工具 现在这里 我们选择 Simulation 双吉他 然后 ModelSim Otella 然后我们用Vlog 这里选择一纳秒 然后呢 我们现在没有 还没有TestBench 我们先来生成一个TestBench ProcessStart 它正在生成 出了点问题 刚才没有编译 重新编译了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生成了 这个TestBench Simulation ModelSim 我们找OFiles 然后我们找VT 就是TestBench文件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输入 其实很简单 只有时钟和复位信号 因此我们这个TestBench也很简单 就是时钟和复位信号产生就行了 那么我们简单的在这里产生一个时钟吧 Clk 初始等于0 然后呢 我Forever 锦号10纳秒 Clk等于 Clk取法 然后呢 在后面呢 我们需要再有一个Initial语句 然后做一个复位 我们需要让Isdn首先等于0 3点后 然后呢 我们有一千纳秒的延时 然后复位完成 等于1 然后我们再设 1 哦 我们也不加时间 不需要停止 我们待会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Process 我们先还需要设置一下 不对 双击这个 然后 到Simulation Simulation 也不对 这里 我们选择我们的TestBench 我们TestBench名字叫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看一下 点VT 测试脚本名字 这个是 这是模块名 测试脚本名 就是这个VJDIS 这是测试脚本的模块名 测试脚本名 VJDIS 然后呢 立化名 我们看 应该是 IE 我们复制一下 好 然后 我们需要添加一下测试脚本的文 双击 Ad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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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马上会调用ModelSim 这个时间可能比较久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好的 波形已经添加进来 我们运行一下 好 现在再运行 我们把波形独立出来看 我们看 我们先找到我们的同步信号 这个不需要的信号 我们的VSYNC VSYNC 再产生一下 好 我们先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反到这吧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的时序吧 我们看到这里吧 有一个 这里 已经是有一场了 我们知道从 我们前面说过 从VSYNC 第一次下降延 到下一次下降延 这之间是一个场 也就是 我们平时说的刷新率 60赫兹 那么其中的1赫兹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VSYNC 从第一次下降到下一次下降 这就是一个场 一个场周期的信号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 其实看 我们这里也有 它有一个 是在这里开始下降的 然后呢 下一次下降的 是在这里 那么就是一个周期 我们可以算一下 它一个周期的时间 然后用一秒 去除它这个一个周期的时间 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的刷新频率 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 拖一条线出来 这是第一条线 然后我们再加一条线 这是第二条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 到这里是纳秒 这是微秒 这是毫秒 13.826毫秒 我们用一秒去除 一秒就是一千毫秒 除以十三点八二六 八二六 不是八 十三点八二六 算在 不对 这是一千 除以十三点八二六 七十二 那实际上应该是七十二厚资 我们这里说是六十厚资 就不对了 实际上 对 实际上应该是 大概有七十二厚资的刷新频率 好的 我们再 我们再详细看一下 每一个的 这个V HSY就是一个 含同步 我们看一下含同步信号 从这里开始产生含同步信号 你看 每一含它都会有一些低脉冲 这个 它一直都会有 然后呢 在含同步信号期间呢 会有一个产同步 RGB信号呢 就是在它 比它还小的一个区间内 会有一些变化 好 我们一会儿下载到板子上来看看效果 好的 我们现在 打开这个 视频 看到这个板子 光线有点暗 我们看到这个是VJ接口 我们把这个线连上 然后我们给显示器 我们给板子上电 然后我们下载代码 接太个线还没连好 好的 下载完成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看到液晶屏 有一个矩形框 内部最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小矩形 我们这个设计需要达到这样一个简单的VJ显示的效果 好的 那这些课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